一个世界后地球有一个躲不开的宿命 就是被吞噬者取决 谁都明白这是地球42亿年来最大的浩劫 是人类文明的终点 接下来的100年将是失落的100年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 吞噬者的使者降临了 他给了人类一个新的结局 吞噬者的先前飞船降落到了联合国大厦前 那是一个巨大且粗陋的机器 像一台上了秀的大锅炉 飞船落地时的动作也极其粗暴 把联合国广场砸出了一个大坑 极其的石头把联合国大厦打得千疮百孔 几个国家元首的脑袋已被砸出了血 从飞船中走出来的使者和他的飞船一样笨重粗陋 他直立起来有10米高像一套巨大的蜥蜴 他说话的声音像火车鸣笛让人头皮发炸 他的名字叫做大牙 大牙使者告诉人类 威大的吞噬帝国将吃掉地球 以便继续他壮丽的航程 这是不可改变的 至于人类的命运也是他此次降临要做出的决定 说者大牙就从人群中抓起一个欧洲国家的首脑扔进了嘴里 那首脑也是一条汉子愣是一声没坑 只听见他的骨头在大牙嘴里的嘎笨声 半分钟后大牙吐出了那人的衣服和鞋子 就像刻完瓜子吐出的瓜子皮一样 这一幕让整个人类世界陷入了死寂 大牙回味了那人的味道以后 人类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你们的味道不错 有一种爽滑的清淡 很像我在博江座行星上吃过的一种蓝色浆果 所以祝贺你们 虽然你们的文明会消失 但你们的种族会延续下去 你们人类将作为一种小家禽在吞噬帝国被饲养 活到六十岁左右上市 你们不要绝望 当家禽没有什么不好的 在银河系 一个文明成为另一个更强大的文明的家禽是很正常的 被饲养是一种无比美妙的生活 衣食无忧快乐终生 有些文明还求之不得呢 你们之所以感到不舒服 完全是臣服的人类中心论在作怪 是文明的尊严被冒犯后的恼怒 没关系的 当以后没有了文明 尊严也就没有了 你们心里也就舒服了